民眾反應走在騎樓 任行道上卻深受自行車搶到的困擾 擔心自身行走安全 台北市交通局呼籲自行車使用者 禁止在騎樓內騎行 因下車前行 我是在我們這個大安區的 磨洞大樓的主委 因為我們深受騎害是為什麼 因為很多騎自行車的人 他們到了騎樓 他們完全就是橫衝直撞 也不會去停下來 那我們的住戶有一次他被撞到受傷 可是因為對方也一下子就走了 就我們也沒有辦法去說 你為什麼要撞到我們 所以我覺得說希望就是說 像交通局長們各單位多加宣導 騎樓其實是要停下來的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即使走在人行道上 其實我們一定要讓他們 騎腳踏車的人先過 因為他在後面 你不讓他過 他撞到你 就是你的不對 你為什麼就不讓我過呢 我覺得這是 還是希望我們交通部要多多宣導 其實早期在 人車針到這方面是非常嚴重的 可是人車以前早期 車是機車 在我們大安區是 是腳踏車 對 所以在我們 光是我們東區商圈 腳踏車跟人之間碰撞的率是很高的 把我們巷弄內 然後車車也會去碰撞 腳踏車跟機車 所以在道路邊 甚至在50路口撞到的率是非常高的 那加上我們東區商圈 現在目前正在活絡起來的時候 很多的設施 也阻擋到機車的 腳踏車的行走 所以會讓腳踏車到旗樓裡面 跟人車去徵道 所以這個方面也是 是否應該全面去改善 不管是環境的改善 甚至於腳踏車 微笑單車的祭典的改善 讓我們能行走的更安全 為提升良好的自行車騎乘文化 台北市新北市及桃園市 7月1號起 共同推行U-Bike違規祭典制度 凡是在騎樓騎乘 闖紅燈逆向行事 在人行道位裡讓行人 行駛過程中手持行動電話 負載人員等行為 將會被祭典 祭典最終者會被停權兩年 期間無法再租借U-Bike 我們的人車分道的自行車道 是可以騎乘的 我們騎友是不能騎乘的 相關假如沒有開放 未有掛設人車共道的 未開放人車共道的 人行道也是不能騎乘的 那這部分 那再特別提醒 就是說民眾假如要過馬路 穿越馬路的話 有自行車穿越道是可以騎乘的 沒有自行車穿越道是不能騎乘的 那我們希望說透過我們這個計點制度 那行人就是在行走人行道的時候 可以更加的安全 更加的不會有那麼多的衝突 那另外我們也希望說 自行車在騎乘的方式遵守 當相關交通規定 讓它避免產生事故造成自身的安全 那所以說我們未來的自行重點 我們會一個騎乘下車先行 跟一個警罰您催促行人 因為生活圈 桃園 新北 台北 這類的情形 它關係到了我們民眾 在行人的部分的安危 所以我們三個首長都非常重視 所以才開了這次的聯合記者會 希望我們的媒體朋友 幫我們一起來呼籲 我們對於自行車騎乘的一些安全 要注意的事項 尤其這個記點應該是首創 而且會認真的執行 這關係到我們U-BAC的騎士 它以後的權益 我們借用這樣的一個方法 希望達到一個更優質的騎車文化 我們這邊其實有那個車號 那個維丹的車輛 如果看U-BAC後面有那些車號 車號的話它就可以去追蹤 當初借的點 然後要去追蹤那個時間點的一些卡號 我想這個部分 會透過這樣層層的追蹤方式 找到當事人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今天我們的交通大隊的同仁 還有我們聽管處的交助人員 會很有重點式的 來針對一些長廠違規的地點 來做一些稽查 很多人他可能騎車 他並沒有學到相關的這個教育跟經驗 我周邊其實很多朋友 他發生就是摔車 是因為他拿騎機車的行為 用到自行車身上 怎麼說呢 第一個就是煞車 我周邊朋友很多就是 比方說他就是用 騎機車的這個煞車方式 然後到自行車身上 然後就鋪接了 那我們看到很多的這個狀況產生 所以基金會很努力的在想要怎麼做 那我們也推動這個 校園的單車安全教育 我們進入校園去教孩子 就是國小生 國中生 高中生 這些都會使用在這個U-bike的族群 那告訴他們怎麼樣是安全的騎車 騎車的禮儀 然後他也可以把這些觀念 帶給他的家人 那這是基金會能做的事情 可是在市政府部分呢 我也很感謝這個就是各個地方政府 因為有了自行車 看到了這個量出來了 原本道路上 到底要把自行車擺在道路上呢 或是擺在這個人行道上面 怎麼樣才是安全的 那現在我們看到很多的這個人行道 是人車共道的 那這個人車共道 就必須要去尊重這個 禮讓友善 禮讓這個弱勢的用路族群 就是比方說我們的行人 我們的推輪椅 娃娃車 這些的用路族群 那這個是市政府來做的努力 交通局提醒自行車在人行道騎乘 因在有自行道標線 或設有人車共道標誌道路行駛 並禮讓行人切勿驅趕 打造行人友善交通環境 記者文君 台北報導